大家好 感谢久等 这里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好视频的一周龙珠会的直播现场 我们的节目在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YouTube同步的播出 感谢您关注和订阅我们 同时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收到我们的直播推送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读想更多的精彩 今天是我们一周龙珠会的这个时间 在我现场的依然是刘龙珠律师 刘律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刘律师这个坐姿非常的雍容 这个来给我们聊 那么下面我们是要来跟大家讲讲 其实今天应该是算是比较大的 一件事情就是复工这件事情 洛杉矶也是这个 今天算是这个居家隔离令 开始以来的这个解封的 慢慢解封的这样的一天 然后呢 其实洛杉矶是提出了五个重新开放的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肯定就是居家令 只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超市啊 药店啊 杂货店啊 才会开门 银行这样 然后第二阶段也就是今天了 它是开放了这个低风险的行业 那么虽然各种啊 这个比如说是这些 其实零售商店是现在是必须关闭的 餐厅呢 和这个特许的摊位值允许外卖 但是呢 步道会重新开放 另外呢 基本的医疗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中心和美术馆呢 也会在这个第二阶段逐步的开放 那么像一些音乐呀 然后卖音乐的音像店呢 还有卖体育用品的商店也会陆续的展开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现在居家令这么久的这个人来说呢 就是说其实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喘息 但是呢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认为现在复工呢 是不太好的一个时间 因为感觉好像病毒还是没有完全在我们的掌控当中 所以刘律师你觉得就是说现在复工的这个话题 我们其实也谈了很多次 你觉得现在复工 就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可以吗 我觉得太早 还是太早 就是说相对于第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也还是算是太早 我觉得太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病毒呢 它最狠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它最狠它不是人状态 最狠的地方呢 就是说你有你还不知道 是的 对吧 所以换句话说 我一个人就可以灭掉一座城 是吧 对的 所以它的风险在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这个人灭掉一座城 可能他自己呢 他是一个好人 他并没有想把大家灭掉 他呢 每天给他做很多善事 然后自己来省事前 捐钱给人家需要的 但是呢 因为他有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现在复工 复工里面只要有一个船了 只有十个船了 只有一千个船了 因为很快大家全死 所以您这里提到了 这里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复工以后 有很多人因为上班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居家令 所以就说好像 还接触的这个 接触的这个时间呢 或者是距离啊 不会那么近 如果是复工以后 大家如果是因为这个复工 感染上了新冠 所以接下来 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官司出现 对是 我觉得这个 第一呢 会有很多的官司出现 然后第二呢 我觉得呢 因为官司太多 尤其什么呢 尤其两方面的官司特别多 我觉得在这个 复工以后 其实现在也可以做 只不过复工以后呢 我觉得官司会 会紧喷 会有另一方式的暴政 哪几方面的官司呢 替房东环克 对吧 第二呢 是这个跟雇佣 跟劳工法相关的 关系 然后第三呢 会因为 比如说这个新冠 疫情造成很多生意的损失 其实呢 很多保险公司 他保险条款里面 是可以 就从法律的层面 有争取的空间 就比如说 新冠疫情 我生意 这个关门也好 损失也好 可以像保险公司索赔的 当然呢 这个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你像保险公司索赔 是一定能赔到 这样不一定 但是从大方向来说 很多保险公司的 这个保险合同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条款 所以有这个 这个条款 这个条款是每一个雇主 他这个保险都会上的吗 正常来说 我觉得很多都会 至少一半以上 我觉得会 是这样 当然每个保险公司 他的这个保险合同 虽然大同小异 但是呢 关于这部分的话呢 有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可能有 有的没有 那有的呢 可能就对雇主有利 有的呢 可能就对这个保险公司有利 对 但是如果是按照您这样的说法的话 我相信现在每一个生意 都会因为新冠的这个情况有所损失 就算那些没有损失的也是非常的极少数 那么所有这些人都向这个保险公司追偿的话 那保险公司是不是要破产 他问题是保险公司 如果每个人都向保险公司索赔 然后保险公司呢 他无力支付 他会申请破产 对 这种可能继续存在 所以这里面呢 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我一个朋友 可能很多人呢 也听说过 是这个 那个Mark Garregos 他之前代表过那个 那个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对吧 那个Mark Garregos呢 是这样的 他呢 自己作为原告人 不是作为律师 然后呢 告这个保险公司 因为为什么呢 Mark Garregos他自己开仓馆 他所以有副业 是这样的 所以说因为这个新冠肺炎 他的仓馆是要影响 所以他告这个保险公司 在保险公司呢 为了不让他这个官司 成为那个新兴之虎 可以燎原的新兴之虎 对吧 然后立刻在联邦法庭 反告Mark Garregos 所以他就是 如果是说 一旦他告赢了 成为了案例之后 那么接下来 保险公司所有的这个案件 有可能都会 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索赔 对 所以他第一枪 所以这个武昌情 一定要镇压掉 因为不镇压掉 大家就完蛋 但是像这种保险的话 当然我们 当然就要看保险的各种条文 然后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 可以去跟保险公司 申请你的这样的一个索赔 但是这个索赔的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麻烦 也会非常的长 这样来说好呢 现在问题是这样 这个跟保险公司要起来 一定是糊口八样不容易 对吧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说 如果法律上 你有这样的一个争取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 你为什么不争取 第二点 你付了这么多保险费 你实际上就准备这些 你意想不大的情况 你如果意想得到 你为什么付保险 保险你保的想不到的情况 实际的意思 对吧 保险就是万一 所以交通民法呢 对吧 1510条非常明确 就换句话说什么呢 就好像他这个法律的精神是一样 就如果你跟别人签了合同 这个合同呢 由于有天灾人祸 不可抗拒的原因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新冠肺炎 不可抗拒的原因 不管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天灾加人祸也好 造成你这个生意 这个不能继续 这个租约 我生意做不下去 要关门 要关门的话 那么我感觉房租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其实很多房客呢 从法律的层面 是完全可以合法的解除租约的 哦 就是可以合法的解除租约 但是这个 基本上有属于这样的空间 了解了 但是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不太 不太知道的一个情况 以为就是说在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 还是要继续的付房租 或者是就算是可以 暂时的这个 暂时的免掉 但是未来也是还要重新交上来的 但是就是按照您说的话 这个合同没有停止之前 按照目前的情况 还是可以解除租约的 对 第一呢 就很大的空间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洛杉矶 建议也好 三番市也好 它除了加州法律1511条以外 它然后每个县呢 它或者每个城市 它都有大同小为的居家令 对吧 居家令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生意 你这个公司 它属于non-essential business 比如什么意思 理发店 理发店是不能开门的 对对吧 对所以如果你这个店 法律上来说不能开门 法律上都说了我不能开门 如果我开门 就表示我违法 对吧 不但违法 然后要花钱 并且要坐牢 所以换句话说 我违法属于刑事犯罪 对吧 所以换句话说 这种法律 命令我不能开门 实际上 属于不可抗拒的理由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你看去你就被抓了 对 那么我这三个月理发店不能开门 我理发店每个月房租5000 就15000的房租 法律上来说 我完全不应该付15000的房租 因为我不能开门 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不想开 而是法律说你不能开 对吧 第二个如果我开了 这三个月第一天 可能这个开了 第二天开了 第三天开了 一个礼拜不大 我就被抓进去 是这意思吧 就换句话说 我被抓进去的话 我还是开不了 也是我坐牢了 我都不想到我剪头发 我坐牢了 对吧 没错 所以 不是不是 平时这不是一个女的吗 她不是因为看你发店 她顽强的看 结果被抓了 能罚款期限 了解 所以这个大家 大家平常都会经常说 说这个合同 一切按合同走 一切按合同走 所以在现在目前的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合同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去为自己争取到一些利益 但是复工这件事情 刘律师就是说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请讲 我理解的就是 很多房东非常不爽 觉得说 你这个房子租给你 对吧 那么你现在政府 说你不能开门 你不能赚钱 我可以理解 但我这个房子空着 对吧 房子空着 因为不能开 不能开的话 我收不到房租 对吧 你不付钱 我收不到房租 那么这些都吃亏的事物 倒霉的事物 这样对我不公平 对吧 是的 我理解这个法律 如果这样的话 对房东是不公平 是不公平 但问题对房东不公平 并不是说 因为如果我这样对这个 如果要么对你不公平 要么对房客不公平 这两个里面至少一个是不公平 是这意思吧 对 当然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从道理来说的话 这个从道理上来说 那么从法律的层面 从这个情理的层面来说 那么应该也是这两个里面 一个对其中一个不公平的 那么这样对房东不公平 应该好过对房客不公平 对吧 另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作为房东 那么你如果有这种商业房地产的话 你跟房客签约的华人 这些事情应该 当然这种新冠肺炎你可能想不到 但是有其他天下楼获 你应该是可以想到 因为地震 对 你地震把这个房子挣埋了 对 你说我不管房子我租给你的 虽然房子买了 两条付房租 对吧 没错 所以世界上这个没有绝对的公平 是吧 刘律师 对 然后复工这件事情 还是要来请您聊一下 就是说复工呢 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中国不 美国不可能像中国一样进行一个非常强制性的 这样的一个抗疫的措施 比如居家就大家都不在家里 然后而且我们也知道 随着这个目前来看这个 虽然数字还是在有 但是逐步的减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全美各地都会有人来抗疫需要复工 那么现在终于呢 就说像洛杉矶这边开通了这个第二阶段的复工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也让我们想到了 这个美国其实对于这个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这个隐私 个人的自由 它是这个写进宪法里的是非常保护的 所以但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 难道真的自由这么重要吗 就是说真的是为了这个自由连命都不要了吗 刘律师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其实呢 根据法律来说 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够误解 觉得美国很自由 其实洛杉矶线也好 欧伦奇康里也好 可完全可以出台一个法律 出台什么法律呢 就是说我不允许集会 如果你集会 你出门游行 实际上你违反居家令 对吧 实际上意思 对的 其实换句话说 其实我不需要出台新的法律 我就严格执行我宪的居家令 如果你游行 我就可以把你抓了 我把你抓了 并不是因为你游行 而是你跑到外面去你容易被咖喃 第二你容易咖喃 是这意思吧 而且他们游行也没有 没有这个安全的社交距离吧 那对 说的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游行的目击 其实反对居家令 他如果有安全的社交距离 他就不游行 我遵守就要发现了 对吧 而且他们也没有戴口罩 就为什么这个事情在洛杉矶没有发生 在欧永吉康里发生 在陈县发生 它是在罗布纳比起 对吧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陈县 它本身属于共和党的地盘 所以共和党它大的方向 就是说至少 从这个跟民主党相比 它实际上是要求复工的 是 没错 就是这样 虽然从道理上来说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朋友 他们有民主党和共和党 实际上他们不认为说 因为我是共和党 所以我就要求复工 因为我是民主党 那么我就要求不复工 它并不是说这里面 倒没有避人的关联 了解 了解 但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关联性 没有避人的关联 不避人的关联倒是有一个 有个什么呢 就是说从 民主党因为它的党派倾向 跟共和党相比 它很多时候会关注 比如弱势群体 对吧 什么少数族裔 女性 对不对 移民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因为这些群体 大部分它是以雇员之多 雇主之少 它是跟共和党相比 对吧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我现在可以在家里干活 每天看电视打游戏 对吧 然后跟家里人每天在一起 然后多花时间跟我小孩在一起 我并且可以有钱拿 我也不用告读 我为什么要复工呢 我复工也是一样的拿钱 所以拿来没现在的多 我还要告读 对吧 但是现在确实有这个情况 现在有很多人拿失业金的 他们其实说的自己赚的 就是现在在家赚的 比之前干活还要多 对吧 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 一旦开放复工的话 所以是不是这些 就失业金什么 它有可能就会被停止 它一定要被停止 因为为什么呢 根据加州 根据加州 这个刑法五百五十条 就如果说你拿失业金 你又回去上班 你两头拿 对吧 你觉得反正这个政府不知道 对不对 我两头拿钱 这种情况呢 违反加州刑法 第五百五十条 如果罪名成立 他拿的钱超过 拿了失业金 这个非法失业金 超过九百五十块 就会够成刑事动罪 最高刑期 最高刑期 坐牢五年 发保五万块 这个很厉害 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是有了工作的话 一定要停 告诉这个EDD 停止你的这个失业金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 刘律师就是说 你看美国现在有这么多的 确诊病例 而且呢 洛杉矶呢 其实是在大概 我记得是上两周的时候 曾经出过一份数据 就是他们呢 抽查了这个一千个人 那么这一千个人呢 抽查他们的这个新冠抗体 其实这个抽查的人里面 大概有不少 有将近20%还是多少 都是有抗体的 也就是意味着 他们之前都曾经感染过新冠 但是他们所有的人 都没有出现症状 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抵抗力 把他扛过去了 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呢 就说按照这个抽查的样本 来算的话呢 洛杉矶的这个确诊人数 应该是现在的50倍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进入了 群体免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 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复工 也就是风险会减小呢 您认为 我觉得风险会减少 但是减少的还是不够 其实换句话说 你的风险不管减少再小 就目前这个情况 还是会存在大面积干人的可能性 是 我们知道有一个肉厂 好像就是有1000人在已经感染了 就在前不久 对 对 所以 所以我完全同意 那个Dr. Fauci 福奇博士 他的管理 他认为复工太长 对 他也是认为复工太长 但是有一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美国现在的经济非常的糟糕 那么呢 就像很多人 他为什么要去抗议 就是他因为他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那么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我与其在家里被饿死 我还不如出去工作 我工作的时候 不一定会染上新冠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 但问题 这种心态呢 理论上 但实际上呢 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我不出去工作 我就饿死了 如果没有地方开门 你怎么工作 对吧 就换句话 对不说我要去工作 说你工作了 去拿工作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就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不工作 你就饿死了 说明你没有拿事业救济金了 没有拿事业救济金 说明你之前很长 就很久都没工作 对不说你现在没工作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如果你很久没工作的话 你还没饿死 表示那种可能性 第一天 你可能有点存款 饿不死 对吧 这就是那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你这么饿死了 你活干 所以就是说 你还是非常坚持 现在不应该复工的 对不对 但是说这里面有没有说美国 美国这么几亿人 有没有人说 刘律师有没有至少一百个人 至少一千个人 至少一万个人 他如果不复工 他就活不下去 对 但是他如果要活下去的代价 这一万个人 如果你说可能会被饿死 他活下去的代价 是让一百万人感染 一百万人感染里面 五十万在病死 这一万个人饿死的代价大 还是这五十万人毒死的代价大 对吧 就方便话说 鱼熊掌两者不可得见 会不会说因为我一个人复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不会饿死 你不会饿死 但是呢 一百个人被毒死 你哪个代价更大 这样从哪个角度来看 所以横看成零测成风 从你这一个人 你说刘律师我不像你 我就我没钱 我这个没有 我明天不上班 我就真的饿死了 如果你你真的是这样 那么你宁愿你一个人饿死 但至少呢 你没出去上 出去复工 你出去复工 你一百个人感染 一百个人感染里面 五十个毒死 你说哪个代价更大 是 您这样的比喻 这个大家可以从这个数字上 能够直接的感受到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 就是说这一万个人 他并不知道 他会带来未来 这五十个人的死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做这样一个假设 有很多人 他可能都会有不认同 他就认为 那我现在出去 我做好防护啊 我这个勤洗手啊 我戴口罩啊 戴手套啊 那我可能就可以避免病毒啊 然后我 但是我还是要去工作 我可以 还可以挣到我的收入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你觉得是不是美国 现在比较两难的问题 就是复工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复工 你这个经济就要垮了 可能已经开始垮了 那么你如果是复工的话 又面临着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你觉得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 我们老百姓 应该怎么样来考虑 非常难 鱼熊爪 二者不可得见 经济和生命 两者不可得见 你当然保命要求 对 还是要保命 就是大家还 对吧 听到 感谢刘律师的分享 也谢谢刘律师给我们的点评 这个有任何的问题 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 辛苦刘律师 那么我们的一周龙珠会 下个周五 我们和大家再见 好 谢谢 成为我们的会员 总想更多的权利 因为您 使得我们更加努力 我们的会员 可选择三个等级 黄金 佛金 和钻石 成为我们的会员 您将拥有会员专属徽章 专属表情符号 你问优先回答权 我们的某些直播 只会对会员开启聊天室 会员有专属群 只能有我们所有的主播 跟大家互动 某些敏感话题和深度节目 我们只会为会员直播 最后 我们的钻石级会员 可以指定一档节目 在节目片尾 对其做出鸣线 期待您的加入 只需要点击 我们视频下方的加入按钮 就可以选择套餐 加入会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